巴基斯坦美女来中国旅游,为啥不敢出门?原来是这一点难以接受,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,很多人在物质生活满足的情况下,开始追求精神上的享受。 出国旅游就是放松方式之一,不少外国人来到中国游玩,也有很多中国人去到国外旅游,其中巴基斯坦人就特别喜欢来中国游玩。 这不前段时间就有一位巴基斯坦美女来中国旅游,却不敢出门了,原来这一点难以接受,中国商场里的商品琳琅满目,此时很多来到中国的巴基斯坦美女,看到这一幕就忍不住到处买买买,毕竟女孩子的天性就是爱购物。 然而在付款结账的时候,却发现中国的物价并不像巴基斯坦那么低,在商场逛一圈,没买多少东西就得几百块钱,如此大的消费让巴基斯坦姑娘很难接受,因此她们在来到中国后都不敢出门逛街,自己来中国游玩并没有带很多钱。 再加上这里的消费水平比巴基斯坦高得多,最终导致很多巴基斯坦美女只敢躲在酒店里面,不敢再出门了,如果出门再买一堆东西,自己可能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了。 现如今,中国经济发展迅速,随之而来的是物价的水涨船高,这些巴基斯坦美女接受不了,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,对此大家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?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。